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耗资250亿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旅游项目 主要包含动物世界 星级酒店 老年公寓 国际马戏城 太湖古镇 购物中心 欢乐世界 盆景园 湿地公园等 其包含了7家酒店 一共有28000间客房 此外有演艺席位75000个 停车位2万个 宴会大厅3万多平米 在建设完成之后 可以说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综合性旅游中心 据有关消息称 这个酒店项目在占地上高达20多平方公里 可以说是一个县城的规模了 相比上海的迪士尼有四倍之差呢 亲们 可想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假如说这些单纯的数字太无聊 那么咱们就来打个比方 如果有28000间房 我们每天住上一间的话 能够住上70多年呢 也就是大约能住上一辈子了 这样说不夸张吧 而且据说里面的游乐项目真的是很多呢 是整个世界游乐区域最大的项目了 小伙伴们 想想不出国就能享受如此乐趣 是不是棒极了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